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请收看佛心花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白人自家有方 久世同居常乐 各位大德 各位爱化的菩萨们 大家好 阿弥陀佛 今天我们要做一件的作品 首先我们先来欣赏一下我们的花器 各位爱化菩萨可以看到 我在前面有一对这样大小的一个花器 这个花器里面 它在上面是彩绘青花池 彩绘青花池 白底青花 青花是中国非常传统的 而且非常有象征性的一种工业工艺技术 那在这个青花池上呢 它描绘了在花园里面 有很多的白子千孙 很多的孩子在上面 在花园中玩耍 那在花园中非常快乐的感觉 那我们今天用它 要来插作一件的作品 那我们把它定名为《九世同居》 那我们知道呢 其实这是有一段故事因缘的 据说在北齐的时候 有一位张公益先生 张公益先生 这位先生是住在山东 那在北齐一直传到水潮的时候呢 他们家经过了九代 都没有分家 然后家人呢 据说有将近九百个人住在一起 那非常的和气 然后非常的互相敦目的很好 那在历代呢 在北齐的时候呢 或者在水潮的时候 甚至在唐太宗的时候 在每个朝代呢 都有给这个张公益先生呢 做很多的颁奖 给他们这个家族做很多的颁奖 因为非常的难得 是一个家族能够这么的团结 这么的和睦 那人家一直到了唐高中的时候 有一次唐高中呢 因为要到泰山去做这个祭天的 这个这件事情 要去祭天 那他经过张公益 山东的这个家族的前面的时候呢 他听说有这样的一家户人 那所以他特别去拜访他 当时张公益先生已经88岁了 那唐高中就问他说 他怎么自家的 怎么样把这个家里 治理的这么的和睦 那张公益先生呢 就告诉唐高中呢 一个忍字 就是忍 然后随后呢 那个唐高中听得就非常的欢喜 结果他写了100个忍 比如说他说 父子不忍会产生怎么样的结果 然后兄弟不忍会产生怎么样的结果 他就一一的跟唐高中报告 那唐高中呢 听了非常的感动 而且觉得非常的好 因为我们知道呢 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 所以在中国的儒家思想里面呢 要怎么样齐家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就有这样的花旗 让我们想到 就是说 在传统的中国的家族里面 我们常常讲说 多子 多孙 多福气 所以常常会有这样的彩绘的东西 都描绘这样子的一个情境 好 那今天呢 配合一个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意境呢 跟一个内容 那我选用了这样的一个花材 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 现在我手上的这个 我们称为 额掌果 额掌果 那额掌果在冬天的时候 尤其是冬天到春天的这段时间 尤其是过年的时候 那它整个开的满满的花 各位爱华菩萨可以看到呢 在我们北部呢 是不容易看到这样的情景的 可是在南部呢 就有这样的一个额掌果 全部都开花了 好 那我现在想把 用这支额掌果来表现 这种中国民间在过年的时候 非常喜欢的一种 一种意境跟感觉 像白子千孙 然后家庭和乐 那家人团聚在一起的感觉 好 所以 我把它稍微做一些 一点点的折肢 那我们知道呢 其实额掌果 它不太容易折 但是我们还是要很谨慎 很小心的去折肢它 好 那我们试试看 好 那我们刚刚在介绍到 张公益先生的这个疫情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发觉到 他说了一个很重要的字 他跟唐高中报告说 要治理一个家庭 就是要一个和睦 然后呢更重要的呢 就是要有这个忍耐的心 互相的忍让 好 那我现在呢先把这个 18号的铁丝 加了一支在上面 在这个上面 有时候它很容易断的时候 我们甚至上下都要夹 上下各个要一支 好 那我们在这个 折肢的时候呢 我们先上铁丝 好 第一个呢 我先在我剪了一个 我用剪刀剪了一个 一个刀口的地方呢 我先绑上铁丝 绑上铁丝 好 好 然后呢 我在上下的地方 在个绑上一支的铁丝 好 那我自己常常在折肢的时候呢 我就也有一个 在插花的过程中 在折肢的过程中呢 有时候我在教学的过程中呢 那尤其是教到我们的里面花 所谓的里面花呢 它就是 象征一种社会国家的一个 伦理 秩序的一种美 那里面花是追求一种 善的精神 然后追求一种 伦理和乐的 然后自然界的一种 天理 道理的感觉 所以里面花常常都要折肢 然后有时候呢 我们的同学就会觉得 哎 我不太喜欢折肢 可是呢 我常常会跟他们讲说 里面花呢 虽然要经过折肢 但是折肢的过程中呢 会让我们的技术 我们学习的 插花的技术呢 更上一层楼 好 可以学得更好 而且你知道 嗯 怎么样去运用这个力道 因为我们插花呢 有时候折肢的时候要非常的 小心 非常的谨慎 好 比如说 我现在把它这样子折肢 好 然后折肢完之后 我又把它上一层的 tap 把它这样子慢慢的 上一层的tap 好 那我就把这个 咖啡色的tap 加上去 因为呢 我希望能够把它折出 有一点点的停出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呢 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插花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说 真的是不愿意去折肢 因为它要有一些动作 要很细心 可是我常常跟我们的同学分享 好 那我们把它折肢 折成平出的这个角度 那这样子呢 好 我们把它轻轻的放进去 好 然后呢 我们把它调一下角度 好 然后各位阿菩萨 现在就可以看到呢 这个 这个 额掌果的果实 它的那种美感 而且果实那种平出的感觉 那我想呢 藉由额掌果的这个 丰富的这个果实呢 让我们感受到一种 平和的力量 那当我们说插花呢 即使直立型呢 有它的 庄严 跟端庄的感觉 那倾斜型有它的一种 古典跟优雅的感觉 但是平出型呢 更有一种 包容跟滋油的感觉 好 那我现在把这一只 折成平出的方向 好 那我今天呢 要在它的下段呢 继续再用一只的额掌果 额掌果 好 我把它剪一下下 好 那我把这只额掌果呢 这样子放上去 好 这样子放上去 好 因为这个瓶口也是小小的 所以我们 小心翼的 把它插进去 好 那我们试试看一下这个角度 好 那前段呢 有一只这样的额掌果 好 那我今天要用的 这个煮花呢 我用的是火焰百合 火焰百合 好 那这个火焰百合呢 它又叫嘉兰 嘉兰 那它的这个形态呢 就是感觉上是非常的优美的 好 那我们把这个火焰百合呢 做成煮花 煮花来衬托 好 然后呢 我们再用一只的火焰百合 我们让这边的整个量感呢 稍微比较够一点点 然后作品的张力也比较大一点点 那同样的这只火焰百合呢 我可能也要稍微的 折肢折一下它 我在这个部分 稍微把它折肢一下 好 那我用的是 20号的铁丝 20号的铁丝 那我希望它往前跳出来一点点 所以呢 我把它上一只这样的铁丝 然后把它往下拉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呢 在我们的里面 插花里面呢 我们会用比较多的铁丝 那最主要呢 就是希望调整到最圆满 最美好的这个角度 那虽然我们今天插的这个花呢 它不是里面花 可是瓶花呢 基本上来讲 因为它的平口的细致 或者说平行的不容易定枝 所以我们常常都要加上铁丝 就像我刚刚跟各位爱华菩萨分享到的 就是说呢 如果我们今天插一个花 都是很随意的 随心所欲的一个插花的话 那这样的话呢 它比如说它可能比较不是放在正式的位置 比如说我们要插一个比较正式的佛堂 或者厅堂上面的时候呢 那我们可能要插的大部分都是属于比较里面的花 或者是平花 所以我常常跟同学说呢 其实如果我们就像我们人一样 如果我们不能经过要求 不能经过训练 那不能守这个戒律 就是没有办法登大雅之堂 好 那我把它也做了一个折枝 所以这样折枝之后呢 那我再把这个火焰百合呢 把它做在这一个瓶口的 插在这个瓶子上面 然后形成这个煮花的空间的感觉 那我们在下段呢 下段的地方呢 我们可以做这个鸡盘 那鸡盘 我们可以用这个额掌果来做这个 这个鸡盘的部分 这个鸡盘的部分 然后我们今天也有了一些这种宝莲花 上次我们介绍过这样的一个宝莲花 好我们试试看 因为我们的瓶口已经像剩小小的 所以我把它的植羹休息了 好 那我们刚刚借由这个九世铜居 来做这个作品 好 这个额掌果本身的叶子也蛮美的 我们可以把它做鸡盘的地方 好 我把它稍微折一下下 因为这个瓶口已经比较小了 好 我们试试看 从后段的地方 好 我们再找一片的这个宝莲叶 好 好 试一下感觉 好 更加的更加的明显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额掌果的那个果实呢 也更加的更加的明亮起来 好 那我们现在可以先欣赏一下下这个作品 好 那我们看看这个叶子是不是会太多 好 我们把它稍微修一下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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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在过年的期间呢 看到这样的额掌果 我们也会觉得很开心 好 因为在北部呢 它是不容易长成这么多的果实的 好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 平出的一个花型的一个 优美的感觉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在下段的这个地方呢 我想我们不要擦的太多 我用一个这个 宝莲花的叶子 宝莲花的叶子 然后我加两朵的百合大理花 我加两朵的大理花 我们做一个小小的一个大理花 给它收起来的感觉 好 那同样的呢 这个大理花也是一样 我们要擦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也是一样 稍微把它折制一下下 比如说呢 我现在用的是20号的铁丝 那大理花呢 它也是属于菊科的 所以我们也称它为大理菊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菊科的花呢 它都会有一点点空心 所以我就可以把这个 铁丝呢直接的往里面穿 穿到里面去 好然后 把它剪断之后呢 我就可以用它来折枝 比如说像这样子 就可以把它折过来 好那这个另外这一边呢 我们就插一个简简单的一个花 好那后段呢 我再来加一片的一个叶子 好那我还是把从这个上面 剪一小只的这个 额掌果叶 来做它的下段 我们表现一种生命的 一种传承的一种感觉 好譬如说 好把它加了一片这个 好我们今天就有这个 百事同居 好然后 我再剪一小片的叶子 好这边还有一小片的叶子 好我们来做它的鸡盘 好来做一点点的衬托 好那我们把这件作品给完成了 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个作品 好那这个作品呢 我们称为九世同居 那我们 我在订这个名字的时候呢 我们一个老师就说 哇怎么可能九世同居 那事实上呢 他是告诉我们就是说 一个整个家族的一种和睦 那很多人呢 相聚在一起 那当然他也是 其来有典故的 就像我们刚介绍的 这个中公义先生呢 他家族呢 所形成的这种和睦 相处的一种 非常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形态 好那我们在插完这个画以后呢 我们来布置一下看看 我们怎么样来搭配这个配件 尤其是在过年时间 我先用一个这样的一个垫斑 那我们垫在一个红色的这个 牡丹花的这个桌巾上面 那我们知道呢 其实呢在过年的时间 像这样的一个牡丹花呢 也是可以拿来善用他的 好那 可以让家里呢 我自己很喜欢在过年的时候 就把这些红红的这些 配饰拿过来 好那接下来我用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开怀捧瘦的一个仙翁 就是祝贺的 那我们当然呢 除了长寿之外 当然还要非常的开心 所以有一个这样开怀捧瘦的一个仙翁 然后呢我再加一个 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符 好加上一个这样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吊饰 好那我们 藉由这件作品 我们看到一个 久世同居开怀捧瘦的一个 生命的一个许悦 那我想 其实呢我们当然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期待 不过生命呢 就是尽其本分 那把每件事情做得很好 那我们今天借由这个久世同居 也享受在过年呢 家族的一种和乐 团圆和睦 互冷为磨 然后为了整个家族的圆满 大家互相的忍耐 然后互相的成就彼此的生命 好那我们下期再见 好那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好那我们看一下 接下来这件作品 非常非常的可爱 各位可以看到在我前面有两个这个娃娃的枕头 娃娃的枕头 那我那天拿出来擦花的时候呢 我们的老师就问我说 哇怎么有这么可爱的枕头 那我常常跟有一些那个 做桃的那个工艺 那个老板们非常好 所以他们看到很多很可爱的东西 都跟我说老师啊可以把它留下来 可以运用 然后我自己留了很久了 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把它拿出来擦 然后今天借由这个九十桶居呢 那也在过年期间呢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不会有这种感觉 但是当年龄慢慢的年长之后 就对于那种生命的一个传承呢 或者孩子的一种喜欢呢 就会跟着年龄有所不同 好所以我们用一个两个这样的娃娃的一个枕头 那平常我只是把它摆着当装饰品 然后呢 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个创作呢 其实有时候我们也可以把它只是拿来摆着 但是呢 我想今天我们把它做一点点擦花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这都是中国的民间 民间呢 非常对于生命的一种 喜悦感动 期待的很多的一种感受 好那我首先呢 我在里面呢 我想如果我们要用它来擦花 不只是配件而已呢 那我就在里面放了一个件衫 然后呢 我就要把这一支的那个 这一支的 一样是之前 因为我同时买了一把的这个 额掌果 然后呢 我把它呢 就是把它擦起来 擦起来 然后再用那个 来斜放着它 我觉得它会有一个很新的 新颖不同的一个创作的感觉 好那我们把它擦一下看看 好那我们把这个支呢 做一个定支 那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这个娃娃呢 把它放起来 放上来 好它就会形成一个 蛮美的一种回眸的一种感觉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了 像这样的作品 放在屋子里面 或者在过年的时候呢 都会觉得很喜气的感觉 所以其实呢 只是借由 也许过去 我们只能把它当作配件的 一个作品 那我们现在呢 好我们把它 做一点点这样的移动 好那就可以变成一个花器 所以好 那接下来我要用的这个花材呢 我们称为仙克莱 仙克莱 好那那个仙克莱呢 也是在过年的这一段时间呢 比较非常特别的一种花 好因为只有在过年这段时间 它才有的 因为它的叶子呢 是新的形状 好我把它剪一点点下来 有点新的形状 好而且它这个叶子呢 有一点点灰绿色的感觉 很特别 我把它剪几片的叶子下来 好其实我们这件作品呢 很重要的重点呢 是在于那个花器的一种表现 所以花材呢 我们就用的少少的 好那各位阿菩萨 现在可以看到呢 它刚刚含包的时候呢 这个花呢 它像一个鹤的形状 像一个鹤的形状 然后开花之后 它就会变成这样一个形状 所以我们称它为仙克莱 那这个花呢 在过年的期间呢 也很多人很喜欢买这个盆栽 那它的耐度也还不错 就是还蛮耐的 然后再加上它颜色 像这么鲜艳的一个红色啦 粉红色啦 白色啦 然后桃红色啦 各种颜色都有 好那我们把它呢 稍微的 稍微的把它呢 试一下下看看感觉 好现在因为转盘 有一点点会动 我把它稍微卡一下下 好 好 好 那我们把这个仙克莱呢 再继续的往下插一下下 我们剪几朵的仙克莱下来 好 这样的几朵 好 我们一起把它剪下来之后 再一起把它插上去 好 好 那我们利用这个叶子呢 因为它的叶子也 叶形也很美 像新的形状 好 那我们来试试看 好 把这个仙克莱呢 插在后段的部分 好 那像这种都是属于 有一点点创意的 那有点造型的 好 所以我们说呢 插花可以 缓杯秤才 破嫌疾孤己之仇 积累快俊益之气 好 所以插花呢 会让你感觉上 有时候真的是 可以调 调整你的心情 有时候当你 有一点点情绪 有一点忧郁的时候 或者说 当你有空的时间呢 你都可以用它来 排遣你的那种寂寞 那同样的 我自己常常非常的 鼓励很多的人来学花 因为尤其是 在学习中华花艺的过程中 你就会发觉呢 你不仅涉猎的 只是一个插花的艺术 你会涉猎到 很多 中国传统的文化 那人文的思想 哲学的思想 还有很多的 中国的艺术的美学 还有甚至 中国民间的各种艺术 你都可以涉猎的 非常的深 而且非常的广 然后你会发觉呢 自己也是 透过这样的学习过程中 那生命更加的 愉悦跟快乐 好 那我们 再插完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个 这个娃娃枕头 之后呢 我们待会也来摆一下下配件 不过呢 我们 好像看起来 这个感觉已经很 清新脱俗的感觉了 所以 就算不摆配件也可以 好 那我们藉由今天的 这个九世同居这件作品 让我们去体会到 就是说 在中国的民间 一直有这样的一个 传承习俗跟感觉 就是呢 希望呢 我们 紫绣顺贤 那 古人有一句话说呢 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 那言行要留好样于子孙 所以 其实我们 也有另外一个 一个 一句的民间的俗话说呢 有钱难买轻寿命 那 有钱也难买自身险 所以 我们现在 生长在现在非常功利的时代 我们以这个九世同居 我们希望家族的和乐 其实是 做这个 作为长辈的人 自身的榜样 是非常的重要的 不过 藉由今天 看到张公益先生 这样的一个言行 他怎么样和睦 人能让 就像他说呢 父子不忍 就失去这个孝耻 失去这个孝顺跟慈爱 然后呢 兄弟不忍 那外人妻 那轴离不忍呢 就 闹分家 那 如果说 婆婆跟 这个媳妇互相不能忍让呢 那就 失掉了这个孝心 所以 他写了一百个这个 关于 怎么样在家族里面 互相的忍让为宜 好 那当然我们现在的时代 离这样的一个境界 似乎是 九世同居 似乎是很远 不过 我想呢 在 现在的台湾的这个社会呢 它还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社会 因为我们台湾有这么好的 这个儒家思想的施行 所以让一般的人呢 也都能够 受到这个儒家思想的讯息 这也是我们传统文化非常珍贵的一个部分 那 期待我们都能够 除了精进学活之外 也能够 在我们传统的儒家思想 那文化思想的讯息一下 让我们世世代代 那都是这么的圆满 那能够九世同居 那愿此相华 片满十方 供养三宝 富华荣天 普讯众生 共入佛字 阿弥陀佛 中华国际思识协会 窟质中华国际思识协会 中华国际思,协会 5039-6819 银行账号 银行贷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001-205-666 012-001-205-666 生重灾食 素食银行 慈悲便当 烟贡香 粉 药贡包 香 弱势关怀 不食动物 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高雄中山书方 陈真义工 恰询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地点 高雄市新兴区 中山二路 472号7楼